大家好,今天豆豆给大家带来一部丈夫因竞选国会议员买通杀手误杀了自己女儿的故事,没有秘密 阿美的老公是国家公务员,最近正忙着国会议员选拔活动 为了得到宝贵的一票到处做活动 妻子阿美也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帮忙拉票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儿深夜还没有回来 妻子打通了所有的熟悉的朋友,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美珍 阿美很担心女儿找到了老公,可老公说可能是因为出去玩了,再等一天 其实老公就是怕影响她的选票 某日清晨,警方在树林内发现女儿美珍的尸体 记下妻子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此时妻子已经无法关心丈夫的选举了,两人因此还发生了争斗 阿美此时就想知道谁是幕后的杀手 夜里在女儿的电脑中翻阅着美珍的邮箱 有一封题目试卷的邮件,发邮件的是一位美珍的老师 看到试题的那一刻,突然想起女儿一直以来是全班倒数 突然考到了全班第一,原来是这个试题在作怪 此日找到了老师阿珍 你这是属于漏题行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老师解释道,是因为喜欢你女儿,就这么简单 阿美对于这个解释过于强求 可对方这么狡辩也无言以对 转眼,又找到了另一个学生 翻阅着视频,找到了他们的活动根据地 他们在这里一起闹,一起笑 突然在这个地点发现了大量的纸币 在这时,小花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正好遇见了阿美 在逼问下,小花交代了一切 我跟你女儿是很好的姐妹,不可能杀了她 都是那个女老师阿珍指使的 这里有电话号码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 我亲眼看到有人开车撞死了美珍 然后那个人下车,我并上了车 开车撞死了那个开车的 小花也交代了 因为老师和另一个男人修修的视频被女儿美珍发现 所以,这两年里一直用这个视频威胁老师给她试题 而最后,一次索要了一亿寒地 所以老师找人,杀死了美珍 而那个指使者的号码就是自己老公的号码 夜晚,打通了老公的号码约到了目的地 用电机垫晕了老公,再用扎带捆绑起来 最后,用保鲜膜一层一层地绕在了老公的脖子上 折磨了一番,并没有杀死她 最后,妈妈独自一人躺在了美珍的坟墓旁 期待着和女儿重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不爱可以离婚,不要害了更多人 请不要找小三小四,最后会死得很惨 这里试问,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老公 你也会这么做杀了他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声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